今天小编又为大家带来一部美国科幻独立文艺电影 另一个地球 好了话不多说了 咱们快来一起看电影吧 电影的开头 人类发现了一颗和地球极为相似的小行星 在那个极具有历史意义的晚上 少女罗娜在和朋友开完派对后 独自驾车回家 但是在十字路口那里 她因为酒驾晾成了一场车祸 她开的车撞到了另一辆车 车上有一家三口 罗娜的酒驾造成了两死一伤的悲剧 罗娜就这样进入了监狱 而且一待就是待了四年 出于后的她也没有办法忘记 因为自己的酒后驾驶造成的那一场车祸 她无时无刻都活在自责中 弟弟杰克让她去参加比赛 赢了比赛后 她就可以获得去另一个星球生存的机会 虽然心里压力很大 但是也不能天天待在家里啃老啊 于是她去学校应聘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 有一天 下边回家的她度过了四年前发生车祸的地点 碰巧的是 车祸里面唯一的幸存者 约翰此时就在那里悼念自己逝去的家人 罗娜当时真的恨不得一巴掌抽死自己 回家后 她在网上搜索到了约翰的家庭住址 透过窗户 她看到约翰也一直活在悲伤当中 罗娜走向雪地 偷光了衣服 她用这种方式来惩罚自己 她鼓起勇气 敲响了约翰的家门 想免费为她打扫房间 帮她做清洁 约翰也没有拒绝 干完活后 约翰告诉罗娜她做得不错 希望下个星期也还可以过来这里做清洁 回到家后 她对着墙壁一遍又一遍的联系 她想要把真相告诉约翰 这个时候 科学家们发现那个小行星上有生物存活的迹象 然后他们还和那些生物取得了联系 原来那些生物就是地球上人类的投影 这一下 罗娜想要去那里生活的想法更为强烈了 罗娜日复一日的 每天都在为约翰打扫清洁 等人也渐渐熟络了起来 有时候还会坐在一起玩玩游戏 约翰也开始慢慢地从悲伤里面走出来 有一天 罗娜不小心把约翰妻子的衣服给写了 这一下她发怒了 因为妻子给她留下的最后一次味道都没有了 她把罗娜赶了出去 但是没过多久 约翰就开车来到了她家 还跟她道歉 紧接着就把她带到了小剧场 用句子给她弹奏了一首曲子 两人一起回到了约翰的家 然后还有了肉体上的交流 约翰主动地跟她说起了妻子和孩子的事情 但是 躺在旁边的罗娜依然没有勇气跟她坦白 回到家后 杰克跟她说她获奖了 开心的罗娜赶紧给举办方打了个电话 确认是不是自己得奖了 她去找约翰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她 约翰听完后那是彻底的崩溃了 推着罗娜往外赶 通过电视 她知道了约翰的妻子和孩子 可能还在另外一个地球活着 于是她想方设法地进去了约翰的家 然后把那一张通往另一个地球的票留在了哪里 四个月后 罗娜在下班的途中 遇到了年轻四年前的自己 要是没有发生那样的事情 她也不会想着说 要逃离到另一个地球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哦